你不要喊你不要喊我 阿...黑湯喔 騙不走啦 要騙他出來齁 好 人家帶他去那裡 老陰西步道而已 就幫他喊喊叫 說環水很涼啦 走路很熱啦 嗯? 說我騎車很涼啦 他說騎車很涼啦 生涯很熱 有有有有 關鍵的理由很多 好 好 好 嗨 我是洛克 我們現在人在國防大學 那跟布丁哥約呢 今天要去騎生態產業道路 今天天氣還是很熱 對 聽說還是有將近37度的高位 如果真的騎不完的話 那就是坐火車回來 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布丁哥應該就到 準備出發 GO 現在早上 還不到6點 溫度差不多27度 舒服 不曉得過了7點 會不會什麼樣的溫度 這邊過去就是 新店區了 現在就是右轉 跑橋路之後準備 往木心路 然後一路往深坑 這裡是石定的小溪 然後呢 如果從近安路106上去的 就會到那個平溪青銅 那往右邊上去呢 就會叫石定 這裡是一個車友很喜歡在這裡停留聚集的一個補給點 如果你要往近安路走的話 會建議在這邊做一下補給 然後再上去 看到這個橋就開始準備要爬坡了 好 坡頂到了 到平溪了 到平溪了 不然很曝曬 完全沒有對應 現在後面就是平溪隧道 這個天氣騎這亞路 真的 你一定要補水 哇 可能 戴個兩瓶還不太夠耶 超熱的 所以夏天騎車 喝喝水 平溪隧道這樣一路上下滑 大概8%的波 然後如果你完全搬煞車的話 速度隨便都坡60 所以行進這一段的時候 記得速度慢一點 因為它其實很多那種伸縮縫 它很容易造成你瞬間的車頭跳舞 就是蠻危險的 現在準備要進入雙泰產業道路 29公里才會到達西 現在已經10點40 快50了 我最怕這種向前坡 就是一路通到底 還有不斷的假的鏡頭 這完全沒辦法修起 滑到10K的地方 又是一段爬坡 突然溜了很爽 又爬坡 該不會接下來的坡型 都是海坡浪吧 這裡有在賣良心菜 這是自己投幣 山上還蠻流行這種良心菜的 良心土雞蛋 如果真的有拿的話 記得投錢啊 超天坡的啦 手都麻了 下來移移這一段 要特別小心喔 這個路啊 不曉得是故意 把它保持這個樣子 讓你下坡慢一點呢 還是 金貝不足喔 這個路面坑坑洞洞 都沒有在修繩 這個路真的很糟糕 現在看到的車草 是準備要左轉上街路的 抬了一公里啊 不只喔 快兩公里啊 轉進北宜了 現在就是台九縣 70公里的地方 如果北宜在分段期的話 通常把它分成 限界公園 平臨 然後出北宜 或者會多一個海輪咖啡 第一個休息點 我們就設限界公園 今天天氣很好 穩定的上升氣流 就很適合玩飛行傘 不過我居高 那個跟我無緣 哈哈哈哈哈哈 這應該是我騎過 最熱的北宜 現在提港溫度 應該有40度 我就快燒起來了 限界公園 好 我們現在在 限界的 石牌茶葉蛋這邊 還好已經 下午 兩點半以後了 稍微涼快一點點 不過這溫度真的很下的 距離 回家還有 大概 60公里 應該現在2點40分的話 應該6點前應該會回到家 好啦 吃一下東西 準備下滑了 北宜最舒服的就是這一段了 這路線超舒服的 這一段又涼快 樹蔭又多 然後路又直 好啦下坡了 看到這個大沙湖 就表示 快到了 前面就是海淪咖啡 接下來呢 就會一路的下坡 大部分 不能講宣布了 幾乎都是下坡 到新店 我怎麼講到保守 我們就過海淪不停了 趕路 趕路 你去哪裡玩 我去找屎 找屎 找屎 喔 今天有過熱的 跟昨天大叔 沒有什麼差別 有過熱的 喔 看今天是3期喔 我騎在那個 問我 問我 問我失憶了 我騎在哪裡 你騎去哪裡 我騎去 嗯 我想不起來 我騎去哪裡 我去騎去 雙胎 因為到我的時候 哇 那個沒有正確的地方 體感溫度喔 應該40度 很熱 非常非常的熱 還是跟大家總結一下 今天騎的路線 今天就是早上 從那個 國王大學那邊出發 走114 然後走線110 到深坑那邊的時候 再轉到106 中間呢 有發生一些四騎有 有車友 摔車了 所以出門急車要小心 再來就是 我們從106騎到雙溪之後 就從雙溪切上去那個 方態產業道路 然後再下滑到 伊蘭的大溪 這個路線呢 很不錯 很不錯啊 我覺得你再要命 不要在這個時候去騎 這個季節不要去騎 我已經幫你們測試過了 騎車也是要看季節 我今天結冰水 你看我故事這一關 這已經化成水了 都已經完全不冰了 所以 就這樣 如果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還有分享以上 我們下次見 拜拜